尤其在彼得前书五章四节 彼得更喜乐地告诉所有在圣灵里与主同工的人 到了墓长显现的时候 你们彼得那永不衰残的荣耀冠冕 所以我们说 主今日在神的家自己教会当中的牧养 就是托付给那所有已经忠心摆上的人 良人在自己的园中另外要做的一件事 便是要采百合花 在二章二节 良人曾称呼家偶为荆棘内的百合花 当良人进入到自己的园内 他还会采百合花 采百合花可以被理解为 是主将所有爱他的人都分别为圣 主自己就是百合花 大家看五章十三节 他乃是有着复活生命的大能 同样的 他也要所有与他生命有份的人 都分享他生命的特质 所以彼得前书二章九节 主的门徒彼得就告诉我们 所有被神所拣选的这些宝贝众儿女的地位 乃是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司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那 照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也说 我如今在肉身活着 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 所以我们今天活在世间 乃是因为有神儿子的生命 所以我们无论在哪里 我们的心灵生命都是主要进来的缘由 其中有各样鲜花香草 果品和家木 而我们的生命无论在哪里 都会因为里面有神同在的缘故 而散发主基督的新香之气 我们的良人喜悦我们的生命 因为我们的生命 有着同样的质量 有着同样的荣美 并散发着同样的香气 他极其乐意和喜悦 将我们分别为圣 因为我们是他所喜悦的百荷花 第三节 加拉的表述更加特别 大家注意到在二章十六节 加拉曾经说 良人属我 我也属他 他在百荷花中 木放群羊 但是到了本章的第三节 他的说法既相似又不同 他说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荷花中 木放群羊 我们会发现 当加奥第一次讲到 自己和良人的互属关系时 他是主观的强调 良人属我 我属良人 他明显的是将我 看为重 把他自己放在良人的前面 而现如今 生命的主权和从属的关系 产生了变化 他声称 我属我的良人 其意思是 良人在我的生命中 有主宰权 支配权 我要听命于他 受他的调动和拆遣 加奥知道 之前自己生命当中的软弱 其实都是由于 他不清楚 自己和良人之间的 主要和次要的关系 所造成的 当我们试图 让主 从属于我们 被我们指挥 和调遣 那我们和主之间的次序 就会被打乱 我们就无法明白 神伟大的心意 也无法进入到 我们生命良人 也就是大牧者 牧养的计划中 当良人来呼唤我们 我们就不愿意去 挪动自己的身躯 听命于他 我们总是希望 我们的良人 能够为我们效力 来服侍我们 但如今 加奥的生命 及领受 都产生了变化 他知道 若是要 我的良人属我 必先要有 我属我的良人 只有在这 对的关系中 加奥才会明白 良人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 这对伟大的神来讲 是何等的重要 其工作 使命 又是何等的荣美 这又与我们 所有蒙恩得救的神的百姓 何等的至关重要 在属灵的意义上 良人在自己的园中 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 还有一层的意思 是指着我们生命的良人 大牧者 对凡属自己的羊 都充满了 爱和连续 他尤其怜悯 并体恤 那些软弱的众圣徒 要知道 百合花就象征和表明着 众圣徒的生命 它们既洁白 与世界有分别 但它们的情感 生命 又可能像百合花的花瓣一样 娇嫩脆弱 因此我们伟大的牧者 便在他自己的园内 悉心的照料 那像百合花一样 娇嫩脆弱的生命 就像以赛亚书40章第11节的话说 他必向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 用绑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 慢慢引导那如羊小羊的 我们的大牧者 也会像以赛亚书49章10节所说的 他在牧养自己群羊的时候 要保证让他们不羁不渴 让炎热和烈日都必不伤害到他们 随着软弱的信徒慢慢刚强长大 我们的大牧者 又会像诗篇23篇里面所讲的 他不单单让他们在青草地上 和可安息的水边 接受甘甜的慈爱的牧发 保证他们在身体灵命上 一直都没有缺乏 大牧者还会带领他们 去走异路 去经过死因的幽谷 去胜过仇敌 被圣灵活泼的膏油所高 让他们生命的福悲满意 并且一生一世一直到永远 都住在耶和华的殿中 享受神所赐的完备的福分 这就是大牧者 我们生命的良人 对属于他自己的缘 包括缘内 百合花中被牧放的群羊的旨意 他向着我们 是充满了何等的爱情 看到这一切 想到这一切 这感人温馨 充满爱意的一幕幕 都会让家偶对良人 充满了爱慕和可想 他是何等的盼望 快点能找到那 正在自己的园内 在百合花中 牧放群羊的 心中所爱的良人 而且不单是苏拉蜜女 自己去寻找他 那与他对话 唱和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也都会一同去找他 苏拉蜜女 与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 还有包括今天的你和我 都是主缘内的 洁白美丽的百合花 我们还是那百合花内的 诸所喜爱的羊群当中的一个 大牧者要与我们同在 他要用他的杖 他的肝 来成为我们的安慰 而我们 也会欢欣喜乐的 接受他的木发 因为在他的杖和肝之下 真的有那蜀天的保护 又会有那世界没有的 蜀天的平安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段 第四节到第十三节 这段讲到的是 良人大大的赞美 家偶的美丽 我们当读经 读到本章的三节和四节 就需要知道 在这两节之间 其实是雅各一书当中的 第四首诗歌 第五首诗歌的分界所在 而且当良人 再向家偶发话的时候 有些情节就被免去了 说明家偶 连同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 果真像头三节所说的 他们在良人自己的园内 在香花旗 在有着百合花的园内 果真是找到了家偶 牧放群羊的良人 家偶和良人重逢 耶路撒冷的女子们 也跟着一同欢天喜地 一同庆贺 于是在众人的欢喜之中 良人就再向家偶说话 大大夸赞他 超凡无比的美丽 本段经文 在读的时候要注意 因为个别的经节 在解释的人而言 是说法不同的 被认为是发自不同人的口 像从四节一直到十节 按理说就应该是 良人在夸赞家偶 而十一节十二节 就应该又是家偶在说话 而十三节应该是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在说话 说法不同 解释的观点不同 我们都要予以尊重 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四节 良人向家偶说 我的家偶啊 你美丽如德萨 秀美如耶路撒冷 威武如展开 惊奇的军队 我们看见 虽然良人经历到 第五章所描述的 他在夜间回来 要进门 家偶却没有为他开门 这样的事 但是良人对家偶 连一点消极负面的评价 都没有 当良人 于那个有着露水 滴湿他头发的夜晚 离开家偶以后 他又回到了自己的园内 到鲜花旗 在百合花中 慕发自己的群羊 可就在那里 他等到了 来寻找他的家偶 以及一大群的 欢喜快乐的 耶路撒冷的众女子们 良人知道家偶的长进 家偶真的熟悉他 了解他 也认定他 并且还显示 他的家偶 一生一世到永远 都会跟随他 所以他就大大的赞美 家偶的美丽 这里提到家偶的美丽 是美丽如德撒 秀美如耶路撒冷 我们读旧约历史书 就知道德撒 那是位于 以色列北部的一座城 在北国的案例 作王之前 在封国时期 北国的王 都是以德撒为首都 案例作王以后 大大建设撒玛利亚 德撒的地位 才被取代 德撒是一座 风景美丽的小城 其美丽 简直可以和 耶路撒冷相比 而耶路撒冷 是大卫家 作王的京城 任何一座城市 都比不了耶路撒冷的地位 有人告诉我们 德撒的意思 是恩典和快乐 而耶路撒冷的意思 是平安之城 有关德撒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 列王纪上 十四章十七节 还有列王纪上 十五章三十三节 十六章十八节 而耶路撒冷城的内容 大家可以参考 诗篇四十八篇第二节 我们在这里 觉得稀奇的是 家偶的良人 竟然以以色列全地 一北一南的两座城 也就是德撒和耶路撒冷 来比喻家偶的美丽 这实在是非常特别 有人要问 家偶能够承受得起吗 能承受得起 如此的比喻吗 他难道有这样的好吗 要知道 等我们读到 以色亚书的时候 就会发现 先知也会把西安城 叫做西安女子 而读到了 启示录第二十一章 那从天而降的 圣城新耶路撒冷 被神预备好了 经文中说 就如心腹 装饰整齐 等候丈夫 所以圣经中 有一个习惯的做法 就是将城比作人 因为城中 有着神所预备的 各样的荣耀 宝贝和丰富 当然这城 当比作人的时候 这里的家偶 又是指着教会 就像我们所说的 新耶路撒冷圣城 真是美丽的无比 但是若比起 在基督眼中的教会 这荣美还差得多呢 在神的眼中 最荣美的 莫归于基督的心腹 也就是教会 也就是本书中 所讲的家偶 苏拉秘女 还有就是今天 正在读经 正在追求主的 我们每一个人 那为什么 还要将苏拉秘女 比作威武 如展开惊奇的军队呢 这样的描述 让人很自然会想到 属灵征战 但经文当中 一旦提到军队 就要知道 在伟大神的西义中 神从来不是 仅仅拣选 苏拉秘女 这一朵百合花就够了 在苏拉秘女的身后 还有着一大群的 爱慕良人的童女 也就是耶路撒冷的众女子 她们都因着良人 对加偶的爱 以及加偶向着良人的爱慕 而被吸引 来追随生命的良人 这就如同我们今天的教会 真是要将世界上 许许多多的人 都引到基督面前一样 这就是神伟大的 救赎世人的奥秘 也是关乎神 在地上的教会的奥秘 愿你我因此 都敬畏神 知道他伟大的作为 这是让我们 惊讶赞叹 和喜悦无比 就愿我们的神 我们生命良人的名 得着爱戴 得着爱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